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 高雄小港机场的站名牌 被民众拍下 国际航空站少了几个偏旁 念起来变成国州空力 而原来经过10月初 山陀尔台风的洗礼 名牌被强风吹落 最近已经一个多月了 还是没有修复完毕 引起民众大乏 但是航空站回应 已经安排厂商装回 但是可能太多东西要修复 等候的时间比较长 后续会尽快的处理 小港机场外衣大大七个字 高雄国际航空站 这么有点惨破不堪 变成高雄国州空力 明明是机场门面 如今却让人摸不着头绪 山陀尔台风10月初肆虐高雄后 航空站的名牌损快至今 无法辨识这到底是哪里 也难免造成民众观感不佳 对啊 看起来好像不好看 怎么说 不好看 就是带国外的朋友 回来台湾的话 我只会觉得有一点害羞 这站名牌已经逆过 山陀尔台风洗礼 当时高雄港区 拾有得最大阵风打17级 名牌的字被强风吹落 不过已经一个多月了 至今仍未修复完毕 画面曝光网友也接连塌罚 真的是很不像 国际航空站的航空站 没像样的航班就算了 连字也这样 真不晓得机场到底在干嘛 我是觉得还好啦 因为自己本身 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不肯那个站 一个站就你误导了嘛 也有旅客认为 站名牌回顺 不影响旅游的兴致 而对此高雄航空站 则发声明 一故吊车 等候时间较长 后续将尽快修复 可以谅结 但是事情都会有一个顺序 而不是说 那个吊车比较难吊 一直都是处于这样子的状态 尽管站方解释 现在排吊车需要时间等待 但这理由还是有人不买单 BG机场往来游客多 有关国家观看 就盼相关单位 能在加速修复进度 别再热门面 被民众嫌弃丢脸 接下来讲说高雄报道